你也是袁小田一個很出名的以前功夫的導演 其中一個兒子 其實你那時候是幾歲開始 就要跟爸爸去學戲和學功夫 打關斗等等的東西 其實差不多應該是11、12歲左右 11、12歲左右就跟我爸爸學功夫 我爸爸只是懂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也讀好小書 一到小時候一邊讀書一邊早上 我爸爸叫我一起去練功 一起去練功 整班就是早上十幾時開始練 你們一共有多少個兄弟 十兄弟姊妹 十兄弟姊妹 很厲害 其實你爸爸那時候自己是有戲班的 沒有 就是他教了很多徒弟 教了很多徒弟 就自己沒有戲班 那時候教的徒弟 有可能都是教他們打關斗 就是做Opera戲的方面 大戲那些 就是打關斗和舞台那種設計的舞打 舞台的舞打 還有電影方面那種舞打 是 還有有時候教我們那些 就是那些功夫武術 對 但是主要就是放舞台用的 對 就是那時候是放舞台用的 其實那時候跟你爸爸那樣學法 我們就不太辛苦 因為我通常那時候 那班師傅教徒弟 就很嚴重的 好像以前的那個 以前的師傅那些 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打得很厲害 但是我爸爸教徒弟 他很嚴重的 他很嚴重的 很少會打徒弟 是 就是跟他說 你怎樣也不合 怎樣也不合 就是你真的做得不好 就是犯很多錯 他就會 趴在板凳上 是 就慢慢打 又趴在板凳 不會亂打 好像打到頭也出 不會的 以前那些師傅是這樣的 他不是說自己兒子又疼一點 都不會的 那個徒弟一樣 兒子還多打 徒弟回來就少打 所以你們現在每個都這麼出名 因為你們好幾兄弟 每個都在電影上 都有一定的貢獻 是 其實這樣 你跟你的學習 是否最初都是跟他出去 在舞台上面 有做一下那時候的大戲 或者怎樣 怎樣令到你入了電影這一行 那時候都是 都是這樣 有時候拍電影 但是以舞台和電影兩方面為主 是 那時候如果是舞台多做的 就 都是 有時候有個戲班 要找五軍虎 什麼叫五軍虎 沒有 沒有 叫我們去打關斗 做風相 是 如果電影需要 需要人 但我也很少拍電影 那時候 找到好像 就是 武師多了 太多了 不夠武師 才叫我們去玩一下 就是我們去玩一下 玩一下 其實你入電影行 初初入行的時候 都是由舞師出生 是 舞師出生 就是自己都 笨笨笨不知道做什麼 那你今天做舞師 我不知道你除了做舞師之外 還有沒有做過幕前的 有沒有做過主角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都是做幕後 做幕後 是 那由舞師做一下 就做了一些 action director 一些動作 武術指導 那由武術指導 現在有時候 就監製一下電影 是啊 又做導演 監製電影 OK 那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 你第一套戲做這個 做 武術指導 是不是由射型雕獸開始 不是很早了 很早了 開始就是做了 幾年導演 幾年舞師的時候 就常常看一些導演 怎麼放在鏡頭 還有那些 不知道怎麼量度 自己都很用心看 可能有興趣在那裏 就是後面 就是有機會 有人叫我試一下 我就試一下 其實就是說 你根本去學 開始學做武術指導的時候 你是舞師的時候 舞師的時候 真的去偷師 木巴 不會說偷師 有時候去看別人怎樣 你只好留心 是的 輪到你出鏡 你就坐在一旁 什麼都不做 你就真的去看別人怎樣拍 然後有機會 就開始你做武術指導 是哪一套戲 第一套武術指導 第一套很久了 我記憶很久以前的 是邵氏的 邵氏的 好像叫什麼 叫血灑天龍 血灑天龍 血灑天龍 那時候誰是主角 男主角 那時候忘記了 好像羅列那些 羅列那些 很早期的 那時候邵氏 那時候邵氏 大幾年左右 大約是 差不多 七十年初期 沒錯 七十年初期 差不多 七十年初期 那跟著 一路有拍 我們知道石營雕獸 你平時拍得很迷走 在韓國 其實你們拍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 預料到 原來石營雕獸 一出來就這麼厲害 這麼迷走 沒有預料到 有沒有預料到 很多東西都是不可預料的 因為那時候拍 做舞照做不久了 就是 動作片 比較流行 那時候 很多人都找我做導演 就 我已經想很久了 自己夠不夠 還有 那時候 那些動作片 怎麼拍 我用什麼新方法 總是 拍得跟別人不同的 就是 那時候好像很流行 那些 血腥味重 一刀殺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想 我們可不可以 改過一個方法 就是用 喜劇形式來表達 動作 就是比較 就是 沒有那麼血腥 大家 觀眾大眾快 都看得比較 開心些 就是這樣 就是 希望想到一個 喜劇和影片的方法 就是 嘗試這樣做 結果都證明 是成功 成功了 那其實 如果說成功 那 成龍就一定 現在是天王巨星 是啊 其實不多不少 我覺得你的功勞都很大 不是 他自己都有 就是部分 成功 就是你一手一腳 帶他出來 那 其實 說真的 我看回帖子 成龍那時候的樣子 都不是說 那麼 沒什麼大風化 為什麼你會 誰都不選 就是要選 成龍這個人出來 做這個主角呢 那時候 就是 監製 先跟我提過 另外一個演員 就是 我自己這樣 因為我自己做那麼久 我自己做過 做一個舞師 就是 哪個動作演員 有多少 有多少功夫 在我的圖裏 我知道哪個可以 我直覺上 覺得 成功是OK的 所以那時候 他的 觀眾員 和片商 對他的印象 都不太好 就是 很多外發片商 都說 最不好用他 但是 我覺得 我第一部導演 就是我做導演 我用演員 我自己有信心 就是 應該是 相信我一次 讓我嘗試一下 結果 就是我廣伏了 嘗試一下 結果 證明是成功 OK的 我覺得都不錯 但是那時候 就是 那時候 那些紅的演員 都在笑市 有合約 就是我們 一身導演來講 就是用這些class 我們是用不到的 是 沒有可能用到的 就是迫說 我們 要想個方法 就是在做 或者在舞師之中 或者在二、三級的舞打議員之中 發掘一些人才出來 就是 我們都是這樣想 結果都是發掘到成功 是 那時候他在挪衛公司 又拍很多部電影 我們也是 那就是 醉拳 那當然就很成功 那為什麼不 醉拳第二集 因為好像說 現在有人拍了第二集 那你又有什麼感想 還有是 為什麼你不拍了 醉拳第二集 有什麼樣的 有叫我拍的 有叫我拍的 就是我都有 負責到裏面的東西的 就是 醉拳第二集的時候 我都在那裡聊的 就是我 都有參與 一直有參與 不是沒有的 一直有參與的工作 一直有參與 就是我經 就是我自己的 現在的時間 有問題 已經配合不到 那個拍攝的時間 所以 一直我就幕後參與著 如果我有空 我會下去拍的 嗯嗯嗯 就是說其實 套衛現在就一直在籌備著 是的 籌備著 已經在拍 還沒拍 應該是一頁 一頁開始拍 其實你有時間的話 你都會一起參與 去拍這個 醉拳第二集 是 會是誰做主角呢 一定是成功 一定是他的 一定是他的 我非他莫屬 非他莫屬 沒錯 就是 旗口 有旗門遁 這幾號幾套都 就是很特別 跟一向 那時候的路線 很不同的動作 電影 其實為什麼 你會有這樣的 意念出來呢 是不是跟整個雕獸一樣 是覺得 是的 就是 要有少少轉變 是的 就是 你在哪裡拿這個靈感來的 這個靈感 就是 就是 一早都有些構想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 小孩子自小的時候 經常聽我們 爸爸 和我的長輩 就是 他做戲班的 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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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靈精怪 那些民間特別的 經常講給我 就是那時候我小時候聽 這個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已經 有個興趣想玩這些 是 如果我們拍整個雕獸 拍醉拳之後 每一成功 就 外面一大堆這些片 拍成百幾二百部 拍到 就是 這些片種都難了 就是我 我就想 應該要轉變片種 轉變形式 來嘗試一下 再拍下去 大家死定了 悶 其實變成是 你帶起一個新潮流 那時候 我意思是一個 功夫起鏡的潮流 那其實 好像你剛才說 拍完 譬如《雕獸聚集團》 或者《奇門遁甲》 這些 已經有 很多很多人拍了 一大堆 那你又怎樣 再去轉變 你有沒有一個 新的構思 然後 那時候就跟著 構思《奇門遁甲》那些 那時候 都 挺辛苦的 因為要搜集很多資料 其實《奇門遁甲》之後 有哪幾套 都是類似的 也有很多 台灣也拍《一窩蜂》的電影 也是在台灣也拍《一窩蜂》 那這一類的茅山 很神怪的 又有一窩蜂 那之後 你的路向又怎樣 就發呢 跟著我 就在嘉禍 跟著 出了兩位 跟著拍視頻 跟著開始拍視頻 後面都拍了一部 一、兩部 都是《奇門遁甲》的電影 跟著我轉拍視頻 拍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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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奇門遁甲》的電影 那本人其實想問一下 你又一路轉 《奇門遁甲》 動作各方面 都很特別 我想是古裝 可能發揮的方式較容易 那些 到拍對現代的動作片 你會不會覺得 反而是 很綁手綁腳的 沒有 始終都 不可以這麼誇張 因為始終現代社會不可以飛天燈 你覺得會不會 不會 我覺得每樣功夫片的動作方式是一樣的 好像我們拍攝的《最短情形》的功夫片 動作很質感 好像很有考據 每樣東西都很實在 跟沒有影片的不同 可以飛天燈或劍 我設計視障片 就著重現代感的打法 好像那種 然後那種 Bboxing 我將那些套入我們傳統的功夫 還有現代感的設計 例如我們在汽車頂一場設計打 或者是電梯 或者摩扇大廈 不是很難的 我覺得不要說綁手綁手 我時裝片的時裝片特別是一種設計 和文初 古裝 是另外一種設計來的 你自己呢 你自己喜歡拍哪一類 你喜歡拍現代的動作片 拍一些以前文初或者古裝的動作片 都這麼喜歡 兩人都這麼喜歡 都這麼喜歡 總之就比較喜歡動作 就是 我覺得自己要判斷 那個動作片的潮流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我們要傳氣路了 要改變一個走法 因為每個電影潮都有一個把和點 到一兩年間 這種氣種把和了 我們要走另外一種路線 我覺得這個判斷很重要 那你現在走的路線呢 現在我都是 在工作室之外 都走回 好像青莊那種功夫片 因為 好像走回頭 因為時裝動作片 在香港電影場 已經六七年很長時間了 就是應該要轉去的 所以徐克導演 試一部《王菲龍》第一集 證明是成功的 因為《太龍武》的片種 突然飆出來 就覺得新鮮了 因為六七年間 那種觀眾會轉變 而且現在拍那些 文初的動作片 跟我們以前的拍法 那種製作方法 和那種動作 那種設計的攝影 都不同的 就是用一種新手法 加進去 那你剛才剛才講到 黃飛鴻 我想其實你 你也曾經參與過黃飛鴻 是的 我意思是說 以前的 我爸爸還沒有知道的時候 沒錯 我也看到你參與過 那你自己覺得 那時候的黃飛鴻 跟現在最近 或者上 早兩年 徐克拍的黃飛鴻 你自己覺得 有什麼感受呢 就是 我覺得以前的黃飛鴻 那種動作 著重很質感的 很質感的 很質感的 那種動作 那種力量感 現在是 還有整個 招式 招式 還有那些人物的包裝 那些美術設計 都從以前不同 以前是很實 扑實些 現在那種設計 是跟以前不同 整個包裝都轉變了 其實主要都是包裝問題 對 包裝問題 整個大很多 是的 投資大了很多 招式 我都不懂得這樣說 要很漂亮 對 要漂亮 還有 要講那種力感 那個速度 就是以前 你看到以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以前的黃飛鴻 招式 就是這樣 但是那些 節奏 沒有的節奏 是很慢的 一拳我這麼多 我這麼多 現在我們 切得很快 觀眾的影像感覺 是很有力 很快速的 力度很夠 很瘋的 我們現在的構想 應該這樣去 佛春羅漢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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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戲你拍了出來 很多人給了一個 意見就是 是最好的功夫 就是在外國 就是一套他們覺得 拍得最好的功夫的戲 那你自己是怎麼看的呢 我也不知道 在外面說不知道 你有沒有在外國 就很賣著這部戲 是嗎 我覺得這部戲 就是覺得是拍得最好的 那些功夫 那部戲是我自己投資的 那部是你自己投資的 當時是哪一個做 是徐小明 和我弟弟連信義 沒錯 徐小明 嗯 就是那個時候拍 我拍《粉紅》的時候 那個 民初動作片的時候 已經是 有些走下坡 就是 但是 就是 就是 我們的信心 都可以 還可以拍這些 就是 好像 他說 怎麼會在外面 好賣錢呢 就是好手分 我不知道 就是設計出來 自己的感覺都是有種特色 是的 所以就可能比較受歡迎 那個人叫什麼 佛獎 一個羅漢拳 其實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派 或者是兩個不同的派 實際是同一派 同一派 但是這個學了就是掌法 那個學了拳法 那就是拳法 就是 兩個都是對立打的 對立打 原本兩個是師兄弟來的 是的 但是後面變了 為了師門某種事情 就是 大家 就是 在功夫上面見真章 不過那套戲呢 就是 人們覺得 招式舞蹈 方面設計得很好 那就是 是嗎? 我不知道 因為每一部戲 我自己都 很盡力去想好 就是 設計好 就是盡了我能力 就是盡了能力來設計 就是 就是 外面受入 我直接不知道 就是盡力去做 那當然 其實很多戲你拍出來 記得購買了 那其實譬如現在開始呢 你又走回去 拍一些文初那些 是 幾個潮流回到文初 會不會是 但是這個潮流 就是你都會想著 做回現在的潮流 變成 你有沒有想過有什麼新的事情 會 想著有沒有一些新的事情 會做呢 其實我的新的事情來講 就是有時候 譬如這些時候 就是 好吧 都說徐克 或者我們藏出來的那一隻 就是一個循環回來 就是我們想著 怎樣新呢 就是我們都在這種片中 加新元素 新的動物上 就是 這種片中 就是我自己看的 還起碼有 年幾兩年的時間 年幾兩年之後 年幾兩年之間 我們要想另一個新片中出來 是不是 那些猴子呢 其實會是一個 是什麼 都是文初 文初 文初 清朗的時候 清末的時候 一種 一個 一個合毒 結婦制的合毒 他叫鐵馬鈴 是一個人物來的 就是 講他 就是 那時候 清朝末年的時候 那些 貪官 污吏 太多了 白姓民不療傷 這個鐵馬鈴人 他本身 表面上是做醫生 做大夫 都來 就是 驗息自身 晚上 他就 撿那些貪官 奸商 那些錢 來救濟 那些貪官 一看了貪官 他就專門玩這些貪官 是這個人物來的 還有 另外 另一條線 是王歧英 和少年王飛鴻 那條線 兩條線合起來 也是要做的 嗯 如果是 譬如 不要看潮流輕雙什麼 不要管觀眾 或者其他任何外流因素 一前頭 潮流也是用來闖的 對 一定是 你也闖了很多潮流 你自己會 再闖一個什麼 新潮流呢 如果你有一個 我給你現在 你不要計它 成本有多少 總之你不要理不絕約成本有多少 總之你只是想去拍一件事 不要計其他外國人數 外國人數 你會想拍一部什麼戲 是什麼品種的 你會想怎樣 就是我自己想 你理想那部戲 不要計多少錢 這樣我理想很多 我自己也想拍一部時裝功夫片 就是時裝功夫片 我想拍科幻之間功夫片 科幻功夫片 例如古裝片的劍仙 那些飛來飛 飛交打賞 我想放時裝 用科幻 就是科幻用時裝 用中國傳統的動作來表達 我想試一部這樣的戲 其實會不會 將你以往曾經拍過 像是錦吳頓甲那些茅山術士 加上你拍過一些現代的動作片 再加上科幻的元素 可能會這樣 但是講話 但是你將它組織起來 還有做得到要觀眾接受的 是一個挺難度的東西來的 就是我想嘗試拍過這樣的戲 現代的科幻片 功夫片 功夫電影人就是希望看多些不同的戲 對自己工作 但是比如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喜歡 自己心裡面喜歡看的戲是哪類的 就是我還以為工作 我也喜歡看 所謂那些科幻那些東西 情緒科幻 喜歡看的東西 就是好像ET那些 ET那些 挺好啊 好像有我們香港那種 武俠電影的那種感覺 就是挺好啊 就是好像星球大戰的那些 我覺得我自己挺喜歡看的那些 OK 多謝你 其實我們每次就緊緊 直接我們想看